這個不是我們會按照我們的這個文宜權責嗎 那當然我們的作法也一定要接受檢驗嘛 對 所以你本於你的權責是要多久 然後你說要接受檢驗 我在那邊問你又不回答 在那邊跟我打高空 我問的問題很直接 而且我不覺得我問的問題有哪裡違反比例認證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有沒有叫他下去自己迴避 有還是沒有 這個就涉及到任期之間 司法院有分內的權責要釐清嘛 這不屬於司法院的權責嗎 是我們屬於我們的權責 都要隨我們 隨我們你需要多久啊 我們也會本於權責來釐清嘛 對 隨你需要多久 那這個過程我們一定要接受檢驗啊 接受檢驗啊 我是不是可以拜託主席啊 請他回答問題啊 主席你應該是算蠻重力的來聽吧 因為這個東西跟個人審判沒有 不是事實層面的東西 這怎麼會是怨劇之間的那個呢 這不是吧 這個是你們覺得應該處理的事情嗎 司法院也有一套穩定定做的模式 我知道怨劇是因為少亂獨立審判 你們不能介入嘛 接受所有的檢驗嘛 你不能介入的是獨立審判 那並不是說就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程序少女後怎麼再有問題 你們不能管 我們的處理流程當然都有接受檢驗嘛 那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就問你處理流程要多久 有 這不能回答有沒有 這個當然司法院也沒有本於權責來處理啊 你當然有本於權責來處理 我現在就問你要多久啊 那這個不是數學體的問題啊 這個本來 這不是數學體的問題 你們要求法官 一省省的說要終結 多久要終結 要不然就要管考 你們可以要求法官 你法院不能要求你們喔 冤寂之間 有一定的分跡啦 有一定的分跡 所以你就是沒有要回答 這個問題就對了 並不是要不回答 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那個叫他不好 就是說因為 他就是 民主黨這邊一直沒有回答 他沒有給 那個黃沃遠一個 確定的時間 大概多久呢 你可以給他回覆 這個不是數學體啦 我接著在我們一個 怎麼 誰按照你的說法啦 齁 司法院 等於自己的權責 我調查要半年 要一年 要兩年 要三年 立法院都不能問 社會大眾也不能問 是這樣嗎 你需要這個命題 我不同意啦 好 那你卻把你同意的時間 跟大家講嘛 我剛剛講這個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制 社會 任何人有 所以發生這麼誇張的事情 立法院不能前途 基本的權利 對嘛 所以我現在就要請教你嘛 前途這些 前途這些事情 是不是立法院可以監督的 這個 我剛剛強調嘛 各院之間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法官內部 可以搞這種事情 立法院不能監督 社會大眾不能問 司法院這麼大喔 我們當然要接受 社會各界的檢驗嘛 這個一定 而且 你怎麼接受檢驗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 也不回答 要給你時間 你要不講時間 按照你今天的說法 就是要搞多久 就混多久嘛 這種講法 我並不同意 不是啊 主席 我一定尊重後面的委員 他完全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嘛 他有回答問題嗎 這個就是我的回答 我的回答 如果啦 我這樣講 如果容許這樣子的回答 以後大家都不用尋答 沒有啦 我懂啦 每一個我都說 願機有願機之間的權責 彼此之間有相互尊重 什麼時候要給答案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願機之間有彼此尊重 我免得處理 這個是不是叫 就是說 我們就很明確 司法院堆著問題 根本就不回答 我想這就是結論嘛 那我們 在時間再拖下去也沒有 這個結論 沒有那個 所以你所要回答嗎 沒有啦 我看就這樣 我們就不要再爭執了 不要再爭執了 後面委員的時間 所以我並不是說不回答 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我想說我們以後 所以也要記下槍 所以也要記下槍 也要記下槍 好嗎 不是啦 我這樣講好了啦 如果 我們放任 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以後大家都不要監督了 大家同學不要問 本院 本於權責 用自己直接要相互尊重 還是會 會後 你問的問題我無法回答 但我一定會接受社會大樁的檢驗 你要講什麼口話啊 我會後請他們說明 好了 這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會後請他們說明 OK齁 分中結席 好 謝謝 好那我們接下來